大家好,我是艾蒂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纽约最近的天气不是阴天就是多云 这可给外出拍摄增加了不少难度系数 如果是出去旅行 经常会遇到这种天气不好的时候 拍出来的照片也缺乏层次感 最近发布了一款后期修图神器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叫做Luminar 4 在几个月前 我第一次看预告片的时候 就被它震撼了 当时我关了视频 立刻就决定付费预定这款产品 它最吸引我的一个功能 就是一键换天空 无论照片里是阴天还是万里无云 只要按一下 就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识别 把原本没有云的天空 替换成蓝天白云或者是日落 听起来反正是够神的 我呢 挑选了几张以前拍的照片 颜色和构图 其实都不错 就是当时的天气 不是那么的完美 刚好拿来试一试这个功能 这个后期修图神器到底有多厉害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这里打开我已经导入好的几张照片 点击右上角的编辑 进入到编辑的页面 左侧是所有导入的照片 中间呢就是操作的画面 右边是根据不同类型的照片 它在后期习惯上的不同 做出了这样的四个模块的分类 第一个是基本功能 然后创意 创意里面包含了天空更换 还有一些其他的颜色呀 纹理呀 增加一些光物 或者是胶片颗粒的效果 那么画像呢 就是人像的增强 包括皮肤啊 还有一些色调 以及柔胶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第四个是专业功能 可以手动对对比度 渐变以及颜色进行一些调整 并且这些功能啊 都按照使用的先后顺序 从上到下都给排列好了 也就是说 我们在后期修图的时候 从最上一直往下 这样主个的去选择 就是一个很好的修图的程序 这种设计呢 可以说非常的人性化 也很好找 而且功能上面呢 也比较好理解 很适合摄影初学者使用 同时呢 也给专业摄影师提供了 更便捷的专业功能 值得表扬的是 Luminous这个软件啊 它自带中文界面 切换起来很方便 只需要在菜单里面点一下就可以 然后重启一下软件 不需要单独的下载语言包 这一点啊 可以说非常的友好 半里乌云的蓝天 让人心情大好 可它呀 却是摄影师最恨的天气 没有之一 因为光线太强烈 阴影很硬 没有云的天空 让画面显得非常的单调 拍起来啊 一点意思都没有 比如我这张 布鲁克林Downtown的照片 天好的就跟抠了底似的 我还特地把蓝色饱和度 调低了一些 可是 还是显得特别的假 好 那我们现在来 试一下这张照片 点击右上角的编辑 一定要进到编辑页面 才可以打开这些 设置功能 选择创意 天空更换 替换成蓝天白云 会和原照片的拍摄时间 结合度比较高 选择日落的话呢 光线和阴影部分 就有点说不通了 所以我们从 Blue Sky的这前六个里面 选择一下 看看效果 我个人可能会更喜欢这一张 我们放大看一下 细节部分 把它放到最大 放大之后可以看到 无论是建筑的这些边缘 还是一些像这样的细节 包括树叶的部分 抠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简直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了 仅仅用了两步 我就完成了天空替换 操作起来也实在是太简单了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日落的照片 会处理的怎么样 特别是这种有水面反光 环境比较复杂的画面 这一张呢 是我在Jersey City拍摄的日落 使用的是富士XT3相机 和三阳的12毫米定焦 广角镜头 现在照片上看到的就是 那天日落时候的样子 在这块我选择一个 比较偏红的日落 这个三三四是我觉得 颜色上和我原来的照片 最为接近的一张 所以我决定使用这个 在选择天空替换之后呢 发现有一些位置 识别的不是特别的好 比如右侧这个云的部分 还有建筑 缝隙 天空和地面 这块的识别都不是很完美 给方大看一下 由于这个位置的内容比较复杂 所以在判断上出现了一些失误 它没有识别出建筑和地平线 这一些部分是接下来 我们需要手动调整的 首先啊 调整这个天空环球的数据 天空环球的意思就是 天空在整个画面当中 被环绕和填充的多少 可以看到随着我把它拉得越大 几乎95%的面积都被解决了 调整后呢 地平线附近 仍然会有一些过渡不太顺畅的感觉 这个时候需要调整地平线融合 通过调整地平线融合呢 可以增加靠近地平线位置的平滑度 让天空呢和圆照片的过渡看上去呢 更和谐 更顺滑一些 好 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 还可以通过调整地平线位置 把云移到自己满意的高度 随着云的位置的变化 光线也会随着变化 AI天空更换还支持高级的手动数字调整 以及萌版的添加 这样一张日落的照片就调整好了 如果想要在颜色上添加一些个性的滤镜 可以选择颜色样式 软件已经自带了一些颜色预设 可以任意选择 当然也可以加载自定义的LAT文件 不需要提前安装 只需要读取保存在硬盘上的LAT文件就可以了 颜色样式同样可以进行参数的调整 有点类似手机上的调色滤镜 可以对对比度和饱和度 甚至于萌版进行编辑 在前面两个案例中 可以看出Luminar的AI天空更换功能 还是挺靠谱的 可是AI判断就没有失误的时候吗 当然有了 在下面的这张照片中就可以看出来 通过调整天空环球 基本修正了右侧云的问题 可无论怎么调整 都无法修复塔尖位置缺少了这几个像素 这个时候需要手动调整进行修补 点击右上角的小蜡笔和尺色这个图标 翻步 进入翻步选择纺织印章工具 这个纺织印章工具的使用方法和Photoshop的纺织图章几乎是一样的 点击来源 通过左上角调整它的柔和度不透明度以及它的大小 这里面我们选择比较小一点的图章 因为只缺少了几个像素 轻轻的涂抹 复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使用过纺织印章工具的时候会自动创建一个新的图层 方便将来想要编辑蒙版或者转换的时候再用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使用Lightroom做后期已经很多年了 很多习惯已经逐渐的养成 一时半会儿无法适应一个全新的软件 而Lightroom的图片管理功能又是Luminar不具备的 但我发现Luminar 4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后期软件 它还可以以插件的形式在Photoshop和Lightroom当中使用 这样一来就可以两者兼得了 又可以在Lightroom当中进行图片管理 也可以使用Luminar做最后的颜色滤镜处理 如果想要在Lightroom当中以插件的形式使用Luminar 需要先在Luminar 4当中进行加载 点击左上角的Luminar 4 选择安装插件 系统将自动识别已经安装的Photoshop和Lightroom 点击完成 现在就可以在Lightroom当中以插件的形式启动Luminar了 选择任意一张想要编辑的照片 点击右键 在程序应用中编辑 选择Luminar 4 我建议选择编辑副本 在保持原有照片的同时创建一个新的照片进行编辑 点击编辑 这时会打开一个新的操作窗口 操作界面呢和Luminar独立的软件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不能点击资料库了 因为这里边我没有资料库 资料库就是Lightroom的文件 在这里一样可以进行天空更换颜色样式的添加 只是别忘了在全部设置编辑之后 点击左上角的应用 怎么样 这个Luminar 4还挺神的吧 除了城市旅行的照片 天空更换功能还可以应用在人像和风光摄影中 理论上只要是有天空的照片都可以进行更换 我觉得这个功能有点类似于Photoshop当中的 抠底更换背景 只是现在AI自动识别 可以帮我们完成一些枯燥又漫长的勾线工作 至于怎么用 就要看每个人不同的需求和喜好了 欢迎把你修好的照片 发给我共同研究和探讨一下 我也会在将来分享更多 关于Luminar 4的小技巧 在Luminar 4发售当天的直播过程中 官方发出了N个大礼包 其中包括免费的颜色样式和外观 如果你错过了当天的直播也不要紧 我已经都帮大家打包上传好了 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你就可以免费下载和使用这些资源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感谢收看本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在这里分享旅行摄影技巧和后期修图教程 别忘了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